各位美鳳有約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晏霈 就是嫁徵來年慧如 今天是頭一次來美鳳有約 來出外景 所以一定要好好幫 好好介紹一個好的地方 來到這裡不是熱鬧返懷西門町 不過今天你不是要來吃雞 我們是要去哪裡呢 鳳姐 鳳姐,你好 飛如 你好 今天讓飛如出來走一走散心 剛才看你很高興 靠得我也是對抗 很感謝 再來你又出國嗎 我出國散心 遊遍大江南水 遊山玩水這樣 這樣放鬆一下 對 心情有好一點 有吧 有看到我整個煥然一行嗎 好美哦 剛好漂亮耶 再進去嫁妝就換這個造型了 真的嗎 你喜歡嗎 好看啊 那沒問題 你今天晚上就穿這一套 然後就不曉得還有什麼樣男人 可能配得上你 還不知道耶 對啊,隨緣 隨緣 好,來到新門町 你說不逛街 對啊 那要做什麼呢 也不是來唱歌哦 唱歌 對 是 一定要來享受一下 就是其實西門町很熱鬧嘛 大家可能想到就是可能購物 對 然後唱歌,吃好吃的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非常值得推薦大家來 這個地方是 不過是什麼古蹟 我等一下介紹給你知道嗎 西門町的古蹟 對 對,這個我覺得有故事的東西 就是會讓人家 很值得去那邊坐一坐 然後去摸索,去了解 探討一下歷史的意義 很好 那今天就靠你了 好,沒問題 帶我去逛逛逛逛逛 來 這瓶請 好,謝謝 謝謝 各位觀眾朋友 在這個西門町 有這個鬧鐘取靜的古蹟 可以去參觀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哦 沒關係啦 今天看到這集節目的朋友 就好奇了啦 慧如要親自帶大家去參觀 現在咱們趕快跟著他的腳步 一同去接受古蹟的洗禮吧 鳳姐 喂 你有沒有感受到站在這裡 有入住在日本的地方 對耶 對啊 真的 就是享受那個氛圍 對嗎 這個地方是... 這個是鐘樓 但是這個鐘是有修復過的 對 然後我們在看它的正對面 你有沒有看到階梯上面那個 空空如也 對啊,為什麼 其實它是遺址哦 是 它是遺址 就是那時候這間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 日本縫師的寺廟 廟哦 對,不過... 不過... 燒掉了 化身大火燒掉了 然後就燒掉 然後它就在那裡 然後人家以為它是違章建築 想要來拆掉 後來發現 這邊其實... 有寶藏 有寶藏 他們就發現... 黃金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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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裡的古蹟 這邊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古蹟 對 這個也是哦 對 這真的很珍貴耶 對啊 然後他們就請鑑定 古蹟的專家來鑑定 就發現 這是一、九、零一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慢慢興建起來的 日本縫師 對 對 所以就... 對啊,你看 像那個西門町 不是都有很多大樓嗎 對 它就是被淹沒在裡面 然後人家都沒有發現的 對 可能那時候有一些什麼... 人家就黑白大廚 旁邊黑白大 大概就亂的樣子 變違章建築很多 所以就... 違章建築拆掉了 發現說還有這些東西 對 以前... 他們不... 沒有拆掉哦 就是還幫忙修復這樣子 是 以前那是中華商場的 中華商場 這個小孩不知道 我們的年代 中華商場 忠孝性 整棟這樣 很常 裡面小小一間 可是寸土寸金 裡面很多吃的 還有做制服的 做衣服的很多 是哦 現在都... 都沒有 就在過去的照片當中 可以看得到 現在都沒有 西門町也不一樣 所以西門町還保留這個 真的,你今天很會帶來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還有什麼地方 後面 後面... 你看到嗎 後面有一些古墅 你應該要整理了 沒有 會比較多的那種 是原本是當初的宿舍 宿舍還在 他的命運很悉慘 怎麼說 他的命運 他被雷劈了兩次 但他還很堅強 堅強是因為 就是他們有市政府要來修復 趕快來回家 對,可是他不是以新... 就是又變成新的 他是用舊的方式去修復 所以這叫以舊付舊 對 那真的很值得來 到裡頭去坐一坐 對啊,而且裡面就變... 品嘗茶道 好耶 好的,這樣我們現在來 好,我帶你去 好,來 這個西本院士 曾經是台灣最大的 日本淨土真宗寺院 但是在一九七五年 發生火災 後來連同周邊的樹芯會館 鐘樓、輪番所 都受到天災的破壞 讓這裡變得相當的殘破 一度還被違章建築所包圍 直到二零零四年 市府都市更新 規劃重新整地時 才發現寶物葬在其中 於是公告鐘樓 和樹芯會館為市定古蹟 輪番所和本堂等 則是歷史建築 到了二零一三年 才全部修復完成 正式對外開放 雖然說 現在這個西本院士 已經不在了 但是透過修復後的 樹芯會館和鐘樓 應該還是可以想見 當年本堂碩大的模樣吧 今天 現在要帶你來體驗一下 環保場 它有氣質 我們現在來享受一下 的那種氣息 可是我覺得你家很性感 你家很性感 你家很性感 溫柔的 要有那種氣質的感覺 就是說 茶道其實是一個學問 那是由老師 是 然後泡茶 其實它就是要慢 動作要溫柔、要細緻 好的 要氣質 今天我要給你介紹的 這位是台灣的茶道老師 黃怡玲 你好 長得就是很有氣質 真的 他如果講這些話 我就不會覺得很性感 那你感一遍吧 好性感 你... 你剛剛的... 他想說要有氣質 好性感 好,那老師 你可以為我們示範碗泡茶嗎 好,謝謝 一般我們在當間泡茶的時候 其實比較少聽到碗泡茶 對 可能就是茶壺 老人茶 對 或者是蓋飛 可能會比較常見 對 其實我們的碗泡 通常是用於我們在上茶農 夠茶、挑茶的時候 對,因為... 就挑選茶葉的時候 大家來學、來上課 對 因為一般像我們就是在 湖泡以及蓋杯泡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蓋子蓋住的 所以其實你不會就是 很容易的看到它茶葉的狀況 對 對,茶葉跟茶汗的顏色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要喝茶這樣 對 所以相較之下 你會發現我們的碗泡 其實它的碗面夠寬 夠寬 顏色也比較淺 對 那現在就先來為你們做示範 好 你好辛苦耶 因為很貴的耶 我沒直接用這樣做 對啊,你又貴的 嘴會麻耶 會麻掉哦 對,所以只好用這樣做 好,小心哦 好 那一開始我們就是... 先熱啊 對,先溫碗 把我們碗的溫度給提高 溫飛 然後溫碗 這個碗泡茶 是茶農和茶商 在試茶時最常用的方式 也稱為開天泡 雖然這並不是將茶泡得最好喝的方法 但卻是讓茶最誠實展現姿態的舞台 它就是來個吃 老師會教你用碗泡茶來分辨茶的好壞 你自己回家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品茶哦 這是什麼茶 這個是阿里山烏龍 烏龍 對,可以先看一下 顏色滿漂亮的 我們來品茶一下茶葉的外觀 而且它滿漂亮 而且它是... 應該是櫃類的 對 就是整個葉 然後這樣捲起來這樣 一到它可能會伸展出來嗎 對 對 那現在就要把我們的茶葉 放到我們的碗當中 好 好 OK 這樣子 對,放下去之後 你可以先聞一下它的茶香氣 因為它有溫碗 對 所以有那個香氣 現在讓它茶葉預熱之後 真的有耶 非常親自哦 你一親自就是女性感 壞壞的 好香哦 有那個清香味 對,有 那這個時候來為你們泡第一泡茶 好的 剛剛有先看過我們茶葉的外觀 其實這也是判斷 台灣茶的一種 很重要的依據 對 我們會先觀察 茶葉的外觀顏色是否一致 那不是說有些茶葉是第一個下去 然後先倒掉那個水 一般有人稱作它洗茶 對 對,但是一般坊間的說法是 我們要將農藥給去除 對 或是灰塵什麼 對 但其實農藥的部分 就像我們一般吃蔬菜 如果它真的有農藥殘留在裡頭的話 光是單單洗茶的動作 其實是無法將農藥給去除的 它可能有些灰塵 才會把它稍微去 對 那灰塵的部分的話 就是要考慮到 以往我們傳統的製茶方式 可能環境的關係 對,所以我們需要做 這個洗茶的步驟 那這個不用洗 不需要 這個茶葉 你們知道它製作的過程 都非常的OK 對,我們的來源其實都很難以 其實有的時候 最棒的滴刀的營養 如果不小心泡太久倒掉 可惜了 都不知道這樣 你看它慢慢張開了耶 這樣轉開來 你這個時候可以觀察到 我們茶葉的展開的速度 因為我們台灣的茶葉 有比賽評比的機制 所以它對於揉擰的次數 有一定的要求 什麼意思 你說時間嗎 就是我們將一片茶葉 揉擰成剛剛的球狀茶 對 它其實是要反覆的步驟 來完成的 對 對,那進口茶的部分 因為它沒有這個機制 對,所以它可能這個功夫 沒有做得這麼的扎實 所以它在預熱的時候 它的茶葉展開速度會非常的快 對 那就是不好的 對,它不像我們台灣的茶葉 它會慢慢慢慢的舒展 對 再來就請你看到 我們茶燙的顏色 對 你看 現在我們茶葉已經展開得差不多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們茶湯碗底的紋路 它是清澈的 茶湯是清澈的 這時候來 請你們聞一下我們茶燙的香氣 好 再解開 可以拿著我們的香池 然後放在筆子前面 直接這樣子就好 對,他今天我們會筆子來聞 接下來人家那個老人茶 就聞筆沒有 小的筆 對啊,我只有看 看過文筆 這樣 OK 好 其實他本線也像小男孩 他就是外表每次都騙人 沒有 哭得這樣 好像這樣揪心,你知道 有一個活動的靈魂 但他真的私底下挺活潑的 每一次都帶我夾髮 好 對 我從你的到眼彩 好的 好,來 好 來,鳳姐聞聞看好了 好 這個時候是它熱的時候的香氣 對 待會兒可以稍微把我們的湯匙 刪涼 刪涼之後 其實它的茶的甜味會比較明顯 對,熱的時候是聞它的香 冷的時候聞它的甜 對哦 很甜的 它是有點層次的 有 有甜甜的耶 真的有耶 挺好的 那就再放進去吧 對,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咬我們的茶湯 再打瓶我們的第一杯茶湯 我在想到 待會兒怎麼倒這個茶呢 原來 屠西亞有這個功能 就是這樣子 對 大概咬八分 八分 對,你不講話 這樣就很預期 但你一開口整個就不照煎 我想說 牧原又不破音 你一講話就開始 就是很性感 不潔喝茶 你看 對 對 那第一杯我們建議您可以慢慢 小口小口的喝 好,謝謝 因為一方面這個時候 我們茶它的熱度也比較高 好 好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步驟 來去除我們口腔中 多餘的口腔 是 對 我愛茶是不是要跟紅酒一樣 那樣 它有一個品茶的步驟 豆瓶,這樣的變成 對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口腔 叫作 是 好 好 樹 對 樹的話就是指我們現在第一杯的茶 是 對,它是藉由小口小口喝這個動作 對,讓我們口腔中 多餘的味道給去除 然後接下來 對,第二杯是含 含 含的話我們就會 讓你將茶湯 稍微含在口腔中 淹入十秒鐘的時間 含著 對 這個時候就要請你 將我們的... 專注在我們舌頭 以及口腔的感覺 在你含的過程中 要請你注意一下 會不會讓我們的舌頭感到 刺麻的感受 刺麻 對 不會耶 不會 對啊 對 不會是正常的 不會是正常的 對 然後我們在找 刺麻沒有人在品茶 對,我在刺麻沒有 現在在喝一杯 對,恭喜喝 OK 這個第二道含的過程 如果舌頭要感覺到刺麻 那表示 茶裡面有多的添加物 就不要再喝了 再來就是來品品看 好茶能夠生津止渴的優點 所以就要把注意力 轉到喉嚨的部分 最後就是好好的來享用好茶 再配上個茶點 就很完美了啦 冰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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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涼的 配個茶 好搭哦 所以 你看 有時候呢 這個... 人家就是茶 然後配個這個餅乾 或是有人會花生蜜 然後或者是滷味 對 也都還滿好的 然後又要添這樣子 挺好的 剛剛看這邊走到 那個長廊好舒服哦 真的好像還在日本 對 真的哦 如果天氣稍微舒適一點 我們還會開放就是野狼的 會有座位 對,但是現在因為太熱了 所以沒有 會有什麼味道 座位 你說外面的可以做 可以做 對 那挺好 因為我也喜歡坐在外面 對啊 如果可以進度稍微舒適一點 如果下雨的話 坐在那裡也挺不錯 怎麼說 不同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我可以看到這樣 還可以摸到 但淋不到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可以坐在那裡 看運氣 那如果是大太陽就比較... 感覺比較熱一點 不然秋天來的話 挺舒服的 享受那個日夜氣氛 對啊 我覺得那個長到老師就是 在那裡常喝茶 你看他皮膚也好好 對 怎麼可以給你多休息 你... 你一定要這樣嗎 不是,我是覺得 一稍微 老師好有氣質 是 跪太久了 老師跪太久了 好了 我們趕快... 其實我也是很有氣質 對 是 對 是的 你是那種氣質 又走性感路線 謝謝,鳳姐 謝謝 我說晏霈啊 你搞得怎麼美鳳姐好害羞哦 剛剛老師示範的是台灣茶道 而這裡到假日 還有日本茶道可以預約體驗哦 而且老師會穿著和服 教你如何打出一碗好喝的抹茶 當然啦 這個喝抹茶配的就是和國字 好啦 現在就讓老師來教大家 如何正確的喝抹茶吧 好 那在茶道裡面呢 基本上是三口半喝完這個茶 好 對 三口半 對 三口半 那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喝一口、兩口 就三口 對,三口 然後再最後半口 那最後半口呢 是有點像是日本吃拉麵 會發出那個吸麵的聲音一樣 我們要這樣 短而有力的把那個茶泡吸乾淨 老師,喝我看看 好,我先示範一下 好 好 對,我放一下 有,放一下 臉空 真的有耶 就是濕潤 那喝完以後呢 我們會用手指這樣輕輕的擦一下 那再把它擦到這個 剛剛這個白色的懷紙上面 擦乾淨 所以不能一次喝掉 一定要喝三口 那其實 如果現在這個茶比較燙的話 可以慢慢享用 跟我們有關係 剛剛好耶 我還覺得很難苦的 因為你沒有吃河果子嗎 所以你就剛好 對,我剛好 我覺得那個味道跟那個 就是有點稍微苦苦的 然後不少甜味 就是整個甜苦甜苦 難怪是這樣 我就沒有 我就這樣很埋苦 比較苦苦 對,好 好香哦 好喝哦 那還可以再吃一個 河果 我該第三口了吧 對 好特別哦 日本人... 你看那個很有趣的 因為沾味也是很大聲的 對 喝這個湯也很... 喝這個茶也要... 這是為什麼的 對啊,為什麼 他其實他把... 喝這個抹茶還有吃拉麵 發出聲音 其實都在跟對方說 我們喝這個抹茶 其實就是在跟茶道打茶的 茶道的主人說 謝謝你的茶很好喝 那我喝完了這樣子 是來表示說他的一種感謝 那拿起來就一定得要三... 就這樣直接... 就這樣分三口 我不能喝一口下來之後 我再吃一點這個 然後再喝 好,通常都是先吃完以後再喝 全部吃完了 對 那如果在茶會上吃不完的話 也可以把它打拋帶走 沒關係 就是說先吃然後再喝 對 這樣味道很剛好 比較不會苦苦 好,今天也學會了茶道 對 各位,如果下次你來西門町 不要只是逛街 唱歌啊 唱歌或是走過 都可以 就是說也要記得來這裡走一走 看看... 感受一下 有疲惑耶 對 然後喝了好的茶 感受這樣自己的那種 讓人家覺得心靜 就很舒服 是 不用那麼忙碌的感覺 放輕鬆 放下腳步 對 其實非常謝謝二位 謝謝 剛剛那個老師 然後真的很感謝宥佩 其實前一任的拍戲 真的非常的辛苦 然後休息了 讓你休息了一半 兩個禮拜 對 對,今天就請你來外景走一走 但是沒想到晚上又要再進行 對啊,好剛好哦 好巧哦 對啊 多充實啊 沒錯 利用時間 對 真好 我們也要感謝郭丁瑋機器 就繼續收看 美鳳有約哦 我們跟他說拜拜 好,拜拜 拜拜